关上海市工人文化工多年来创作工人题材节目取得的成绩和中国制造创作演出情况的汇报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今天由宝丽艺术博物馆在香港购买的三件圆明园文物运抵北京 在海外漂泊了140年的国宝回到了故乡 下午3点时分从香港飞往北京的CA102次航班降落在首都机场 飞机停稳后分别装在三个精致的箱子中的国宝 由工作人员推了出来 为了迎接国宝的归来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余伟超先生 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香港迎娶 文物界知名人士 保利艺术博物馆顾问易苏浩先生也一同前往 据了解 这三件国宝是由香港一家托运珍贵物品的专业公司负责运输的 经过海关和文物部门的报官验收认定手续之后 国宝回归欢迎仪式在首都机场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开始 余伟超和易苏浩先生亲手将国宝小心翼翼的摆在了展台上 在欢迎仪式上 有关人员向记者介绍了三件国宝的历史背景 收购以及在香港展出引起轰动等情况 并感谢新闻媒介的关注和报道 据介绍 今天有40多家中外媒体的80多名记者参加了仪式 欢迎仪式后 三件国宝在北京镇远护送中心保安人员的严密保护之下 运送到保利大厦文物库收藏 余伟超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应该对我国文物禁止向海外流失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 我还是喜欢两方面 这几年确实我们国力强大了 有一些力量在海外 这个去办一些文物 把它通过买卖的手段 有过这些好事情 但是同时这几年流失采取文物数量也不少 我们还要加强一些 加强法制阻止文物的进一步流失 这个现象还是严重的 保利大厦一层100多平方米的西贵宾厅 将成为公开免费展示这三件国宝的临时展厅 博物馆计划以140年前 三件国宝在圆明园所处位置海燕堂的巨幅照片为背景 展出从5月29号开始进行一个月 之后还将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陆续展出 另据了解 由北京文物公司在香港收购的 降低苗金粉彩漏空六方套屏 正在紧张地办理入境手续 不久也将运抵北京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最近一段时间 我国长江以北部分地区的严重旱情 让人们看到水资源匮乏的严峻现实 晚间新闻这几天也对一些地方的旱情做过报道 可在我们身边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 花花的自来水在浇灌园林绿地 花花的自来水在街头洗车 节约用水已经迫在眉睫 北京市日前透露将出台26项节约用水措施 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紧缺问题 将出台的节水措施包括 市区部分园林绿地取缔自来水浇灌 缩减7万亩水稻种植面积 并推广使用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 实现工业环卫部门日用再生水10万立方米 取缔非法洗车液洗浴中心等高耗水站点 在全市推广使用250万只节水龙头等等 北京还将于近期制定生活用水的定额 告别无计划用水 今年以来北京面临更为严重的水危机 到现在密云水库水面已经下降了六七米 地下水位也下降了两三米 是近年来下降最严重的一年 年用水量40多亿吨 而来水量仅为18亿吨 北京市是严重缺水的城市 人均水资源只有300吨 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水平的下限 在我国面临用水危机的 还远不止北京一个地方 然而一方面严重缺水 另一方面水的浪费现象又非常突出 工业耗水量大 回用率低 农业灌溉浪费较严重 是其中的突出问题 据介绍 我国每练一吨钢就要耗水45吨 而日本是三吨 我国练钢液的重复用水率只有60% 而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就可以节水两亿多吨 另外 由于节水意识淡泊 节水技术推广较慢等原因 我国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率 也只有40% 我国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联合国把我国列入贫水国家 我国城市从60年代 就已经出现了缺水现象 到目前为止 全国至少有300座城市缺水 其中100多座严重缺水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国务院副总理前提琛 今天在中南海会见了 泰国书命院主席前总理 秉廷素拉暖上将一行 双方进行了亲见友好的交谈 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池浩田上将 今天与来访的 阿塞拜江共和国国防部长 阿比叶夫上将举行了会谈 北京时间25号晚上 埃及总理奥卫德会见了 由国委员王忠宇率领的 中国审计代表团 5月22号到25号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 率领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 在莫斯科与俄方共同主持了 中俄总理定期会务委员会 经贸合作分委会第三次会议 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 24号至29号对泰国进行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文化合作协议 国家旅游局昨天晚上在悉尼 举行中国神州试剂游大型促销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 中国旅游业去年接待入境游客人数 世界排名第五 澳大利亚到中国旅游人数 年均增长10% 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单位的学术著作 中国单位制度日前出版发行 本台消息 应中国政府邀请 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 公明和保守三党干事长野中广物 东柴铁三和野田义 代表日本首相孙喜朗 将于5月29号到30号 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近期抽查了 在北京市场销售的部分少儿食品 今天发布的抽查结果令人担忧 本次抽查检验的主要项目是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有关指标 水果冻抽样合格率仅为23.7% 主要问题是超标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本甲酸糖精钠 以及违规使用人工合成色素日落黄 冰激灵的抽样合格率为77.4% 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卫生指标超标以及净含量不足等 被抽查棚化食品的整体质量较好合格率达到87.2% 只有北京市海淀区赛特食品工业公司生产的 蒙特美国大薯片内在质量不合格 其余四种属于标签标注不规范 所有的不合格产品必须下锅 不能再销售 必须经过整改 重新检验合格之后才能够进入市场 这是中央台和北京台报道的 代表台湾近30年来绘画艺术改革水平的 现代水墨画展 今天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这次展出的100多幅作品是台湾40多位当代画家的代表作 具有很强的民族风格和时代契机 1983年第一位来北京举办画展的台湾画家刘国松对记者说 每次到祖国大陆都能感到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 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好 跟中国的经济一样的 我们的经济现在也有奇迹 所以现在文化也开始有奇迹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2000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的重头戏之一 少林雄风今天晚上被搬上首都舞台 少林雄风取材于松山少林寺武僧的日常生活 全班人马均由少林武僧团演员担任 节目以少林寺山门为背景 表现了少林武僧日常习武诵经 东练三九的寺庙生活 成功的集舞美灯光音乐舞蹈于一体 在突出中华武术精神和少林武功精华的基础上 使以竞技为主要特色的武术表演 具有了舞台表演和艺术欣赏的价值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